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制造机首歌 那么今天早上起来 然后在开始一天生活之前呢 和大家闲聊一会儿 就是中国的目标并非超越美国 其实我相信啊 就是当我们在看见这一条的时候 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是可以理解这句话的这种意思的 但是以我在海外生活的经验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 就是 西方人可能未必看得懂 就是你像我们在电影上经常看见西方有一些英雄主义啊 包括西方有一些这种啊 就是超人啊 对吧 我们就觉得这个西方是一个很崇拜英雄的地方 但这句话其实没有说错啊 就是西方的很多文化里面是很崇拜英雄的 但是 呃 现实中的西方其实是更讲究一个平权 也就是说 现实的西方很难去接受一个 就是自己的社交圈中有一个特别牛掰的人物 对吧 然后 然后呃 比如说我曾经在这个健身房健身 然后 那可能我的提醒会比周围的小伙伴们要稍微好了那么一点 呃 去看到的一个现象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啊 嗯 中国人讲这句话可能西方人不是特别理解 那第二个我就要说一说的 其实这个跟我们传统文化 嗯 怎么说呢 就是啊 力量是源自于内在的 它其实并不是源自于外在的 呃 而这一点的话 其实历史的长流已经证明了西方人他其实是不特别能了解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出 为什么在欧洲当时经济高速发展科技高速发展的时候 他们没有运用这个很好的机会把自己发展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 而是很不幸的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对吧 那二代以后呢 我们看美国也是美国也是把自己这个 就是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 但是我们可以看美国他并没有去专注的去解决他本国更多的这种民生问题 而是把他的这个力量用于去这个控制其他国家的发展 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而中国不一样 中国在历史的长流中你看其实真正汉人我们对外的侵略其实是很少的 非常非常少 对吧 我们更加的去专注于自己的发展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说的文化差异会导致于社会环境以及这个整个世界的环境形成很大的差异 那当然了 其实如果我们看国内我们一直最自豪的是我们解决了中国的这种贫困问题 因为现实生活中曾经的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 那现在的中国人由于经济条件变好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说我觉得理想是美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更多要准备的就是不要过多的去待美国人或者是西方人突然有一天就了解中国 那我这里插个题外话 我曾经看过当时是新加坡的副总理就是一个印度人 他好像说过一句就是说人类社会文明中这种不同民族间的自民族间的这种自然融合概率很低很低 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民族和另外一个民族很自然的就融合在一起 是非常非常低的 没办法这也就是说新加坡它的多民族政策其实和西方的海外移民政策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其实它更多的是通过一个人为的干涉 让这些多民族可以更加和睦的相处 而西方的这种怎么说移民政策就是我接纳你 但是具体你在我社会怎么活你自己随便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会有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 怎么说就是种族仇恨之类的事件发生 而同样是移民国家的新加坡这种事情就很少的发生 还是这句话就是我希望我们大家也能深刻的理解 要想发展去扩充空间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历 所以说我们更加的要在这个阶段努力的去提高自己 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长久的安全和安定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